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听到这个心声 然后希望可以整理出好的归纳点 我是实实在在的卢族人 我是水尾区 我的先生在那个地方已经住了一百多年 我们到现在那里还是安居乐业 一起种道 一起播 一起撒花 我们是非常 非常希望政府可以重新审慎航空城 然后呢 真的有必要的地方 必须建跑道就征收跑道 必须征收航夏就征收航夏 而不是不断圈了一大堆的地 让翻逼民反 我认为今天我们站在这里都非常悲哀 政策出来一定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那政府就是暧昧不明 所以放了好几把刀子 放了好几把刀子 让这些无辜的百姓在这里 每一次到这个地方 就开始来这样子纷争 其实今天举办这个听证的预备听证程序 其实重点当然就是要去想办法收集整合多元不同的意见 让我们的主管机关可以做一个最妥事正确的 但是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些支持旁边韩头长这个案子的人 他们详细的又多数暴力 又更大一个噪音 让我们这些小希望保护自己的家园 不要被强拆的这些微弱的声音 连站在媒体的面前 都没有办法清楚的发出来 现在的预备听证举行 没有办法达成法定的要求 无法厘清真点 无法提出文书证据 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 我们希望我们的相关单位可以进行改变 第二件事情 桃源航空城的征修范围 超过的必要的范围 也就是跑道的部分 只有最上面这一个橘色区块 但是最后的征修范围 是这整个蓝色加上黄色 加上这个地方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官员 透过听证的程序 重新的检讨 这整个征修的必要性 整个征修范围的必要性 如果郑市长说要做绿色经济的航空城 那我们跟郑市长建议 只要不乱征修的地方 都不征修的话 所有的农地都可以保留 它就会是一个绿色经济的航空城 所以我们期待郑市长透过预备听证以及听证程序 重新检讨航空城的征修必要性 达成他当时竞选证件绿色航空城的承诺 谢谢 我们每个人亲身都要被听到 尤其是我们这些穿红色衣服的 对不对 我们这些支持航空城的人 为什么 在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的环境下 为什么没有被反映出来 难道我们代言人是二子共鸣吗 你们这些反对环境 你们害我们本地的子孙到什么时候 你们这些台北的子孙过的那些航华 富贵的生活当一国去留学 这样对吗 你哪个人住啊 你们这些有名的律师 有钱的律师 你们来这边HongKongState 那你们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你们说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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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还归纳你大概有六点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大家非常关心这个第三跑道设置的必要性 包含它虚位的整个合理性 还有它的整个范围到底怎么办 因为刚刚有很多协议台都据实提出一些所谓的数据 包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在地的一些经历给我们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我们认为整体不需要纳入 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那个自由贸易区的这个设置的必要性 那当然有些那个 前几个人他有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范围到底有一些所谓必须要考量的地方 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 关于自由贸易区的设置的必要性和区位的这个市场性 那第三个部分是采用专区 一样是作为它的必要性和区位的这个合理性 那第四个部分是我们整个车站专区设置的一些那个必要性和合理性 那第五个部分是大家也非常关心的 因为在今天绝大多数的这个 呃 曾新年大家都有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 我们趋谈征斧它的范围 那那那当然有些也就讲到它的这个补偿的这个合理性 那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 那 有我們這次聽證會當中 就很清楚的一個部分 這是第五個部分要跟各位報告的 那第六個部分就是說 徵收所產生的這些影響 譬如說從這個文化當中的影響 糧食影響包含這個這個空污 還有土壤還有這個用水文化環境這一方面 我想這個部分也需要 納入後我們正式聽證會當中的一個真理 就是所談的這個第六個部分 所以今天從話來講 大概做這兩個比較重要的一個陳述 就是關於情緒部分 對我們的真理部分 我想也是這次我們開預備聽證會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目的